除了人类,长颈象鼻虫大概是自然界中唯一会包纵刺的动物 它们会在树叶上产下一枚小卵 然后用它挖掘机一样的脖子把树叶卷起来 可能这个造型看起来和春卷更加接近 之后它们会把蛋白春卷扔到地上 一个隐藏极好的墙宝就这样造成 不过在此之前,挖掘机仍然是要打架的 为了竞争雌性小虫也要与人近身肉搏 挖掘技术哪家墙,谁墙谁才能娶新娘 在贫瘠的大漠边缘,人有动物能在这里生活下来 有些年份中这里低雨都不会下 这这个是斑马市这片土地的领处 它不喝水也能行走三天 一年的大多数时候它都是独自一马在这里自娱自乐 但它仍要坚守领地来等待途径这里的雌性斑马 如果它们愿意,雌性斑马会在这里稍作休息 自此这匹小公马也就有了课程之机 不过小司马们似乎并不欢迎这个毛手毛脚的家伙 也许是这个领主的某些方面并没有打动它 为了证明自己小公马必须显示出他网的威严 突出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殴打同类 所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雄性都喜欢打架 一对小公马恰好在此时山上赶来 这正好给了领地马表现的机会 领地马会似要驱赶这些外来的稚能小马 它会一个一个的将它们逐个击破 可能它们的智商并不足以支持它们团结对替 这些年轻马只能是给领主马做了嫁衣 目睹了领主的勇猛后小木马自然也芳心大动 如今它在追求时也会变得格外轻松 在动物界中凯雄归来后的雄性 永远都会迫不及待地与雌性均刻温柔 这也是这只领地马孤独坚守在这里的意义 食物 水 还有途经此地的过客伴侣 交流过后马群不会再有任何留恋 有些时候即便家里有草原 也撩不住一匹不爱你的野马 纵有千般温柔领地马也注定与它的亲密对象无缘 离别之后或许此生它们都无法再度相见 望着远去的马群背影 领地马似乎恍然大悟 无管之前有多卖力自己终归也只是个可怜的工具 主马的含有时候并不是说它有多风铃 又有几人会知道浪子的落寞是因为乌人肯为它停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